泰国普密鹏国王陛下13号下午3点52分 与曼谷施利勒医院去世 享年89岁 国王的灵鹫14号下午从曼谷施利勒医院移至玉佛寺 泰国民众万分悲伤 沿街跪拜送行 13号晚 泰国总理府发布公告 1.所有政府部门 学校等机构降半期 为期30天 2.泰国进入国丧期间 所有政府公务人员 政府行政机构穿黑衣服笑 为期一年 3.所有单位停止娱乐活动30天 4.普通民众自愿服笑 国丧期自2016年10月14号起 经过一夜的爱期之后 14号一早 路上民众们都穿上了黑色的笑衣 每个人的脸上都无过多的表情 多数人面带眷容 有的还红着眼睛 一夜之间就连BTS轻轨的把手都变成了黑色 沉痛的氛围席卷整个泰国 14号上午 越来越多的泰国民众 聚集到施里勒医院 未见国王最后一面 医院门口的街道及医院内部 均有军队和警察维持秩序 医院内部已经限制民众进入 而席地而坐的民众中 大部分从昨晚开始便一直守在医院 没有离去 虽然天气炎热 但是民众一直保持宿静 后来一些民众自发地从施里勒医院步行到玉佛寺 也有民众直奔玉佛寺的 为宜邻车队做准备 多条道路也封闭了 观众朋友 我现在是在施里勒医院到玉佛寺的这一条路上 这条路上在今天早上已经被封闭了 现在有大量的民众陆陆续续地 从施里勒医院一直走到玉佛寺 那这个距离大概有三公里左右 如果普通民众走可能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看到这些民众都是身着黑衣 为他们的国王致哀 下午一点左右 曼谷玉佛寺周边的道路已经挤满了 前来送别国王的民众 玉佛寺周边的道路皆已封闭 虽然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聚集于此 但是现场十分安静 秩序有条不紊 大家都跪坐于此 等待为万民景仰的国王陛下 从最后已成 观众朋友 现在是曼谷的时间一点半左右 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曼谷的玉佛寺 现在的这一条路上呢 暂时没有被封闭 挤满了大量的泰国曼谷的民众 那在过一会儿呢 这条路可能就会被封闭 大概在三点半左右的时候 国王的遗体呢将会从施里勒医院 进行运送 运送到我身后的玉佛寺 国王圣体原定于14号下午1点 从施里勒医院移领玉佛寺 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 移领时间推迟至下午4点15分 下午16点38分 普密鹏国王灵车驶出曼谷施里勒医院 自医院移领玉佛寺 16点59分 普密鹏国王灵车抵达玉佛寺 举国同碑之时万物皆有灵 飞鸟哀鸣盘旋在玉佛寺上空 数十万民众自发穿黑衣 聚集在遗灵车队途经的道路两旁 有的手捧着国王画像 有的双手合十 每个人的眼中都禽着泪水 护送国王陛下灵鹫进入玉佛寺 场面赶天动地 因为我愿意来丢队下来丢队下来 只要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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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仍然没有能够让我们 丢队下来丢队下来 所以我们没有父亲 所以我们也没有父亲 所以我请我们来到这里 才能不能进入玉佛寺 我们在向內 敬礼会走走 并没有转动 但我能选择老化 让他出现马上的环境 我希望他不必要遇见 通过的孩子 不必要遇见了 germain 让他来自贤 因为他有很多严重 请他来去思考 因为我们是一个孩子 出发来就没有父亲 就像是父亲 我不会想到父亲 就想送父亲 这次会送父亲 这次会送父亲 都没有时间 父亲在家里 父亲在家里 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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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如何參加這個活動 這是一個很刺激的 东盟卫视MGTV记者张潇 李莉莉 陶维 星泽 林修远 泰国曼谷报道